韩琛 不会又做梦了吧 看来是真的 你怎么在我床上 这里是我家 昨天晚上的事 你不会都不记得吧 你说 韩琛他为什么总是欺负我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笑着他 在这等我 韩琛 你又是这么照顾他 你放开我 只要你开心 我的男后都知道 完了完了丢人丢大了 哇操 不会这么倒霉吧 怎么当一妈 偏偏这个时候来 我觉得你这床 还挺舒服的 要不我再睡一会 小鸡巴 你终于开窍了 我的举手之牢 你是打算以身相许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小鸡巴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别动我 我知道了 等我 我韩琛什么大风大浪没见 不就是一包小小的卫生机吗 小意思 棉的 那应该挺软的吧 先生是帮你朋友买吗 你眼光可真好 这款ABC无忧裤是过型设计 能360度贴合身形 而且就算亮吧 特殊翻滚也不滑楼 很干爽 一点都不闷哦 嗯不错 把这个ABC无忧裤 全部给我包起来 果然 别人的男朋友 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用了ABC的这个无忧裤 没想到拉大姨妈也能睡得这么舒服 臭流氓 让你总欺负我 折腾我一碗 没有 那个 我先走了 现在想走 我 小结巴 身材不错呀 臭流氓 哎 小结巴 有点沉啊 哎 臭流氓 居然敢说我胖 我胖吗 月儿里问我的第二百七十三遍 干嘛这么在意他的话 该不会是 我在意他 怎么可能 上班时间 不准闲人 韩总好凶啊 凶什么凶 臭流氓 我门还没修好呢 韩总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这门怎么还打不开了呢 怎么弄坏了 忘了 不会这么惨吧 开门啊 开门啊 我们被关到里面了 开门啊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待在一起 我们总不能 一直被关在这里的 这样不好吗 我可要一直坐下去 韩晨 我先走了 哎 救救 他俩不会打起来吧 我一直在你身后 为什么就是不可回头 你的眼神好可怕 你以为你逃得掉 很好的 我可要来家里 韩总快起床 大家等着你去团建呢 哎 别吵 再睡会儿 别闹了 我可不想迟到被扣钱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不交罚款 什么办法 做我老板娘 我吸你个鬼 你收了这么多东西干嘛 去团建总要收拾点热用品吧 衣服啊 袜子啊 哦对了还有 小姐吧 酒店里什么东西 把你人带上去 再让我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就把你也打跑进去 哎 熊什么熊 为什么我要跟你住一间房 最近的酒店离这要30公里 你也可以选择去那 那 那你睡地吧 凭什么 这可是我花的钱 你脱衣服干什么 洗澡啊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变态啊你 哎小姐吧 帮我拿点衣服呗 呸 做梦 晚上床归你 哼 给你 再近点 我够不着 还和小时候一样害羞 这么快就回来了 小家伙胆子大了不少啊 是你 卧槽 原来你们两个 不是你想的那样 小心你放心 你安心工作就行 家里我都收拾得脱脱当当的 嗯 嗯 要不我把床收拾一下吧 不要 我来 你有没有这么一个闺女 什么都想帮你分担 可每次 你好买单 哎小姐 嗯 说好了发工资真的我请的 你可不能跟我抢 你是你是我们今天的幸运过客 想收益者活动 只剩了这份二十元就可以了 真的吗 我也太幸运了吧 走吧 舅舅 小雨姐 我 来那个了 小雨姐 我现在感觉 有一台挖掘机 在挖我的肚子 不好 还好没落 小雨姐 你看到我的小毛躺了吗 早上给你洗了 再晾一家画晾着呢 啊 那我今晚怎么睡啊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护书包烤拉裤 这是什么呀 这个护书包烤拉裤 是裤型卫生机 360度加高 防侧漏边 更安全更防漏 就适合你这种 睡觉多动的女生 你晚上睡觉 翻到天花板上 都不会漏啦 还有这款全新的护书包烤拉裤 更薄更透气 无缝贴合 无异无感 腰围弹力超好 一点也不累度 就跟穿无和内裤一样舒服 哇 那我赶紧去试试 天呐 我会又要洗床单了吧 天呐 居然一点都没漏 这也太神奇了吧 我要赶紧多吞一点 双十一买一送一 这也太便宜了吧 九九你在家吗 家里不会遭贼了吧 小姐 你看我做的可乐鸡翅 我还吞了一箱的烤拉裤 我们一起用 有这样的闺蜜 每天都不缺惊喜 谢谢大家 还有我 感谢观看